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樂報》我不講場又跟大家見面 我是余榮陽 身邊有鄭仲暉 是 余淳哥 你好 我們已經講過兩三集 是講一些風化的事件 特別是跟一些未成年的少年 兒童有關 但是很不幸又發生了 有一間補習社 一個17歲的補習先生 涉嫌非禮幾個年紀小的女學生 這個非常之卑鄙 被拘捕了 事情又如何要查 你聽表面的案情來看 我覺得很不安樂 為何澳門一而再 再而三發生這樣的風化案 我想風化案自古以來都有 特別是跟兒童有關 自古以來都有 一年之差的人沒有辦法 但是現在的風化案 我其實看這個社會進步了 就不應該這樣發生 當然它可能是另一個方式發生 但是這個方式發生 我覺得很錯誤 首先我看了 一個補習中心 這個應該要嚴格去查 他請一個未成年的人 在這裏任教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有問題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他未成年而任教 會不會因此而牽涉到他未成熟 而被他接觸到一些異性 如果你連這個關卡都把 就少了機會 不是說未成年一定會亂來 但最糟糕未成年 你又給他有機會 接觸一些小妹妹 這個是問題 我想現在應該 那些年輕人 應該成熟 和得到資訊的機會 是很快脆的 和很早都可以做到 和量很大 我就覺得這方面 因為他17歲 這個年輕人 這個補習老師 其實他如果照年齡 算得極其量 極其量都是高中 除非他很擅長 讀書很早讀書 都是在高中的階段 為什麼他會有這種歪念 現在在案審 即是在調查 如果將來查到我們說的 有什麼不同的 都可以指證 即是假如是屬實 我覺得真的會膽包天 而有些未成年的人 我怕他有問題的時候 是不應該被他接觸太少年齡的異性 還有我認為補習中心都適宜 是有閉路電視堂堂精清 是拍攝著課堂是怎樣的 是的 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 第一個 我們會看 為什麼這個補習先生 會有這種心態去做這件事 第二個 為什麼我們澳門發生了 都超過一宗 這件事 為什麼在這些場所裏面 沒有一些阻嚇 可能會有 可能會說 就是因為有鏡頭 我才看到他做這件事 如果這樣就更加快 但這宗案是這樣的 有一名受害者 即是鄉家這樣說 也都告法 當然 原來 刺激了那個疑犯之後 另外 有三個受害者 都說出來 曾經有這樣的事 換句話說 他們這麼小 是害怕 就是被他哥哥 去欺負 是害怕 不一定會跟家人說 從而是會影響他們 他們弱小的心靈 心理 可能會有不正常的發展 其實 我看到 在大眾傳媒政府 這方面 似乎做的工作力度 不是很大 我也覺得 我們還是 是一個害羞的政府 覺得這件事 就好像說出來 第一個 說出來說 不是很好意思 第二個 搞到澳門 在這方面很有問題 但是 我們一而再再而三 發生這些事情之後 是不是適宜 在各方面 當然不只是在大眾傳媒 不只是在電視 要大家提高警告 在各方面 包括 整個社會 宣傳交流 不只是青少年 這次這麼巧發生的情況 下次發生過中年 令到家長 或者成年人 等等都可以防範 還有我也說過 香港有些電視的廣告 提醒的人 小心 叫小孩子 叫他不要 大聲喊 要懂得說 說不好 或者警惕到對方 臨崖立馬 當然有些亂來 不能說 是有程度上的不同 我亦都覺得 一個小孩子 要懂得保護自己 第一件事 你要教他 不要讓任何人 隨意接觸他的身軀 任何一個部分 是否應該這樣 無情靜 不需要拍人的肩膀 拍人的背部 叫他乖 是不需要 自己都應該避嫌 所以 我們說了幾件事 這個疑點是令我們覺得 是否還有其他補習社 有聘請一些未成年的補習老師 這個要立刻查清楚 你剛才說的 我覺得是很灰色的 灰色地帶 譬如有些長輩 包括拜登 都很喜歡拍拍一些小朋友 所以也是不對 是有問題的 我們現在要分一個界線 要引手 如果真正是自己沒有 有一個界線 和一個大家社會的共識 這些是否可接受 如果不可接受的說法 要早點說出來 是的 如果你說可接受 拜登拍特朗普的太太的背部 恭喜她丈夫當選 隨便這樣 他恭喜梅拉利亞老公當選 所以這件事 我想的事是想兩邊 我也要想動作輸出的人 他這樣做 施害者 他未必會害對方 他只是動作輸出的人 我們現在社會 要有一個共識 去到什麼程度 你不應該 當然 我相信現在 審的案件 因為現在在做 我也不知道 他去到什麼程度 不知道 所以 我認為 我認為 一個小孩子 女兒 要受到保護 而作為補習老師 是不應該無情情地碰她的 撇脫一點 不碰她 沒事了 但你們有時不碰她 有時候 不是不需要的 有些事情 需要扶一下小時候 這個真的要做一個標準 應該不多 應該不多 也這樣 你教識小孩子 告訴自己父母 老師今天扶我 原來扶她幾乎跌 家長也知道 沒有情情 經常扶著她 有什麼問題 不過奇怪 一個這麼年輕的年輕人 為何他 這麼歪 有這樣的觀念 有這樣的愛好 我覺得 要正視一下 這個社會 其實裡面發生了什麼 是不是 我們有一個資訊 我們澳門收的資訊 都是國際性的 其實侵害未成年的人士 就是那些色情 在那個兒童那裡 叫做兒童色情犯罪那裡 其實我們應該說回來 其實在外國是很重視這件事的 另外早前 另外一宗 有一個做寫字樓的二十多歲的男子 就拍人家裙底 我們都覺得 有些人他自己都懂得分是非的 如果覺得自己有這樣的歪念的時候 就要重組要制止自己 不要令到他成為人的時候 是倒向自己走進監獄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 社會一定要拿出來當是一回事 令到潛在有這種怪癖的人 就是這種非正常的非好 自己扭 是要有一個阻嚇作用 讓他不要入了這個法網 這個不是誤入的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什麼因素 心理或者很多的原因 但是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 社會要說出來 這件事呢 有一條介紹 你不要越界 不能夠越遲潘暴雷遲潘暴 是可以的 等他們呢 即是能夠很早地去制止他們的重要的官員 最後呢 因為我看到一些風範案 是和少年和兒童有關 我覺得是希望所有 因為他們犯罪的場所 牽涉到教育 包括非高等的教育和補習方面 即是似乎呢 今次這樣引起教育棄青年局 或者都和其他的部門 包括社工局 是有些什麼可以防範一下 和扶正人的心理 多謝輝哥